在電影《賭神》中 新野龍武的香港影視大亨向華強 以及張子相作 去年底向移民署申請1000居留 但經過相關單位審查 依照港澳居民進入台灣地區 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第22條規定中 由危害國家利益 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 或從事恐怖活動之餘 駁回向市父子的申請 本會尊重主管機關 依法所作成的決定 但對個案我們不予評論 那麼他也可以尋求相關的救濟 他也可以重新再提出申請案 謝謝 向台傳攬對此則回應 有可能的話會再提出申請 向華強承認 中國定營基金會名譽副會長 與中共官方關係匪淺 相加也與香港新議案幫會 素有淵源 而且向華強早年有多次 被移民署拒絕入境的紀錄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 政府駁回向華強申請是正確決定 而且除了治安塑形的考量外 中共任務性移民 也應該列為未來審查重點 立委臨昌作也贊同政府做法 強調要提高國安審核 避免中國黨政軍系統趁機滲透來台 防止向華強們破壞台灣的民主與安全 政中心 台北報導 為了 解決 解決 改為 掌ério 谢谢大家